好 我们刚听到了 这个中南部地区啊 其实天气还算是晴亡稳定的 所以这也造成了台湾加南地区水晴告急 缺水干旱 明年加南一骑到 更是休耕了1.9万公顷 不过对比因为缺水 受到影响的农民在宜兰这边 茶农就是因为雨水太多了 面临损害 消失在宜兰 从10月以来就一直在下雨 导致应该采收的茶叶 因为雨水太多 出现了茶叶嫩芽 木质化的情形 大长农损失很大 倒出热水 漆一壶好茶就能马上止渴 品质良好的茶叶 更能冲泡出清甜的香气 但宜兰茶产区却因为近期大雨 导致茶叶太老 出现木质化的情形 根本就无法采收 采收期它算到 大概11月中它采收 就变成到雨水淋过多之后 它整个茶叶都变成 颜色都鹤化 变成那种老化 然后变成深绿色 然后甚至它的枝条都木质化 茶叶从修剪到采收 需要40天的时间 采收前也不能有雨水干扰 宜兰大雨让茶树 长出的新芽无法采收 原本应该呈现 翠绿色的茶园 更因为茶叶老化 而变成深绿色 茶农更是苦不堪言 茶叶长不出来 是这几年有发生过这样 没有十几年没有发生 今年如果整体这样讲 情况来讲 不管是过老或者是嫩芽 吃坏的关系 都会让我们大概 省事到三成左右的一个 三成到四成左右的采收 宜兰大雨真的下不停 累积到十二月一号早上 宜兰是全台累积雨量最多的县市 气象局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未来一周宜兰降雨几率 都高达五成以上 茶农只希望雨势能尽快趋款 让茶叶好好生长 怀热新闻张周慧李漆廷 黄米轩 宜兰报道